Yo大家好,我是上星期趕頭趕命出賽事回顧 竟然忘記了放背景音樂的L路 日本車雖然大部分人都有駕駛過,JDM也聽得多了 不過日本賽車你會想起什麼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即時想起葛田語藝Yuki Tsunoda 但日本作為亞洲最強賽車國家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一個F1的世界冠軍呢? 甚至是一個贏分站冠軍的日本人都沒有 今天的影片比較有趣 是Likes Out的編輯同事希望我們做這個題材 題材不太吸引,不過我們試試重新認識一下賽車大國日本 廣告時段多謝Surfshark VPN 現在是奇怪的網站真是防不勝防 有些釣魚網站還會搞無謂的銀行甚至是政府部門的網站 Surfshark VPN 它的 KingRap 功能 將各種惡意軟件和網絡吊於其道都擋開 亦都令各種廣告和追蹤器消失得無影無蹤 當然現在說錯一句話都有機會出事的時候 我們上網的一舉一動就更加需要留意了 不是說有VPN就一定無敵 但有VPN的確是可以提供一定安全性的 你用VPN轉到不同地區上Netflix 還可以像解鎖一樣看到不同的影片 現在用優惠碼AeroTalk或者以下的連結 還可以有多重優惠 計算每個月只是幾十元就可以在無限數量的設備上使用 好像我這樣,在家和Office的所有設備裡都有使用 下載Surfshark VPN 還可以在全體家庭成員的設備上安裝使用 用過不滿意了 還可以30天內全額退款快點去安裝 再幾次感謝Surfshark VPN 如果沒有它們的贊助的話 我都不能夠持續地繼續做影片下去 我們回到影片 日本是很多香港人喜歡的地方 而對賽車Fans又或者愛車之人來說 更加好像天堂那樣存在 不單止因為成熟的汽車工業和改裝文化 造就了大量的傳奇JDM 同時日本的媒體和政府 都有大力地推廣和支持賽車運動 令賽車運動在日本國內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 大量的著名賽事 例如Super GT、Super Formula等 都吸引了國內外的參賽者和觀眾關注 日本的F1世界 除了做非常厲害的引擎和賽車之外 亦都是產出最多F1車手的亞洲國家 車廠方面 有Honda兩度建立的冠冠王朝 也曾經經歷過多間日本車廠同時參戰的 百花齊放年代 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即使日本車廠拿到這麼多成就也好 但日本車手就沒有拿過F1冠軍 日本十九世紀末大力發展工業 去到戰後由於經濟起飛 汽車工業又高速發展 各個車廠就將市場目光放到全球 還積極參加賽車運動 去證明自己本身的工藝水平 以前我也有影片說過 首次加入F1的日本車隊 是現在和Webrew在稱霸賽場的Honda 在1964年首次參戰 在1965年墨西哥大獎賽中 由美國車手Rich Ganfer 拿到日本車廠的首成 當時Honda對於國際車迷來說 只是一家生產廉價電單車的日本車廠 這個冠軍成功向全球展示出 這家當時名不經存的小車廠實力 時至到今天 Honda仍然是F1最成功的車廠之一 拿到過89場分站冠軍 六次車手和車隊世界冠軍 即使改了名 但使用著仍然保有和式血統的HRC 今季Red Blue更是暫時八戰八勝 車隊和Fresdeven都很有可能 可以再一次拿到世界冠軍 除了Honda之外 Toyota、Yamaha、Subaru 或是與Honda關係密切的無限 亦在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代 直接或用引擎供應商身份間接參加F1 甚至活躍在貨車市場的Isuzu 亦在1990年的時候 製作過一部V12引擎 去競爭成為Lotus的引擎供應商 雖然失敗也算是有試過 說起日本F1車手 大家一開始應該會想起 現役Alvatore的車手葛田與藝 那輩的車迷可能會想起 小林可夢偉、Jordan Dirt摩等等 而首位日本籍的F1車手 他叫做父子田寬 同一時間亦是第一批 參加利曼24小時努力賽的日本車手 父子田寬在1975年 效力於日本車隊Marki Evan Team 可惜兩次都未有辦法去參加正賽 現在76歲的他 目前擔任日本知名賽車車廠 和夢的顧問 日本車手在F1拿到最高名次 是貴君 分別1990年的寧木阿九里 2004年的Jordan Dirt摩 和2012年的小林可夢偉 其中寧木和小林更是在主場 06賽道上榮登攀掌台 那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呢? 自1975年日本一共引育了21個F1車手 當中有不少車手都被冠上 明日之聲這個美語 但最終沒有一個車手可以在F1裡拿到冠軍 當然車手本身是天賦或車隊實力是關鍵的因素 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導致車手無法在戰場以歐洲為主的F1上面發揮出全部實力 這就是日本人的文化障礙 而在文化方面 意識形態上日本人是不重視外語的 尤其是英文 他們認為就算說不好英文 在國內也可以好好地生活 在日本需要用到英文的工作 其實不到1% 導致日本人和外語的人士溝通的時候 就會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而這個文化也自然延伸去到賽車運動 特別在早期日本賽車世界裡 車手的職責他們未教育為只需要好好開車 車手一旦離開了自己熟悉的日本賽場 去到密室的國家參賽的時候 就會有適應力和溝通的問題 在分秒必爭的賽道上 錯失先機 這就是過去幾十年不斷發生的事實 所以大量日本車手去到國外參賽的時候 都會大迷翻譯 又或者是有一些會懂得外語的車隊人員 否則就連基本交流都沒辦法進行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車手山下健太 他在2016年參加澳門FP的時候 接受採訪的時候 很辛苦地說了一句 I can't speak English I work with Kenta Can I have a little chat to you? Hi Kenta We've not spoken I'm very well How are you more to the point? You just want to get the race underway Don't you? You just want to start the race now I can speak English Well that was quite good That was quite good English Yeah You were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team can't help me either F1 980年開車日本流行 而當時F1和現在不同 還未有超級駕駛執照的積分制度 車手不需要在歐洲參加F3 又或者F3000 即是今天的F2 等等我們叫做街梯賽事 車手在任何國際或者地區賽事裡 拿到理想的成績 最重要是有車隊體重 10G89都會拿到FIA批出的Super License 就是因為這樣大量在日本國內 拿到理想成績的車手 在1980到2000年代的時候加入F1 即我想拿兩個日本車手做比較 這兩個車手同樣在初級方程式賽事裡拿到好成績 同樣得到外界的極高期望 但登上F1甚至離開F1之後就走上了兩個極端 一個代表著典型的日本車手 而另一個代表著打破了框框的車手 如果你近年才加入的車迷或者對它們不太認識 就當是一個故事聽聽聽吧 這兩個車手就是高木虎之介和佐藤奪魔 兩個車手分別1998年到1999年和2002年到2008年參加F1 高木在1990年代才參加Toyota Formula 和全日本F3禁標賽 並且1994年得到前F1車手中島門的賞識 升級參加全日本F3000禁標賽 之後又交出了一張不錯的成績表 更加一年後獲得三成 取得年度的亞軍 高木的表現又得到了F1車隊 Tirio 即是今天的Mercedes關注 在1997年擔任測試車手 並且1994年晉升成為Tirio的正選車手 火柏巴西傳奇車手 當時高木是被外界認為少數不靠資金和車廠撐腰 而憑實力擠入F1的日本車手 不過在日本初級比賽中獲得好成績的高木 去到歐洲的表現就不太盡人意了 當時Tirio已經是下游車隊 並且決定將車隊賣給Bra 賽車與去年相比只是做出一個很有限度的升級 所以當一季高木一分都拿不到 最佳成績只是在積分圈外的第九名 不過和名次相比高木和一般日本人一樣 英文之差成為了它想上一層的關鍵 再加上日本人典型的內向特質 即使車隊是有識的日文的車隊工作人員 但高木在比賽時也不經常跟工程師交流 甚至有不少場上的賽車人 完全不認識這位日本車手 另外高木的孤僻性格在F1也算是挺有名的 而穩定性也是高木的一大缺點 他1999年轉頭另一支下游車隊 但他的穩定性之差的問題就經常被放大 當時的技術總監Mike Collins表示 高木的單圈表現不錯 但在長距離的正賽就很差了 當賽車的操控性有不同的時候 他的表現會即時下滑 也不會嘗試改變自己的駕駛風格去適應賽車 其實作為一個車手 改變駕駛風格去迎合賽車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當中是不是溝通出現了問題呢? 那也真的不太奇怪 最終高木的車席在2000年的時候 被韋斯日本的爸爸Jose Verstappen取代 高木就回到自己熟悉的日本 馬上就在改名的Formula 9 Pro 老到後無來者的十箭八勝 這個優秀的表現雖然沒辦法幫助他回到F1 不過一年之後高木轉頭Toyota 而Toyota就安排他參加美國的Cart 毫無疑問高木重複了F1的劇本 在Cart的賽事裡慘敗 兩年之後回流回日本重新投入Formula 9 Pro的賽事 目前高木是做Super GT車隊Rookie Racing的負責人 在同一時間有另一位截然不同的年輕車手武器 Jordan Dirkmo 他在職業生涯初期就遠赴歐洲參賽 因為他明白如果要在歐洲為主戰場的F1裡生存 還要得到好成績 就一定要突破日本人在文化和語言上的高牆 所以當時已成為Honda的清分車手的Jordan 十分著重英文能力 並且要適應歐洲的賽事 他指出當年他參加英國F3錦標賽的時候 身邊所有人都用英文溝通 自己在一個月之後就開始習慣這個環境 私底下也會用時間操練英文 大概一年半左右就能夠用英文流利溝通 而這個努力再加上Jordan高超的天賦 他在2001年裡獲得英國F3年度冠軍 和澳門的F3冠軍 順利在2002年晉升上F1 效力於Jordan車隊 即是今天的Aston Martin Jordan Jordan在第一季裡不斷進步 而在2003年季尾轉頭巴之後 受益於車隊的實力 Jordan再次得分 更加在2004年美國大獎賽中 僅次於兩部法拉里 穿得第三名貴軍 相隔了14年再有日本車手登上攀掌台 高牧和Jordan都是一個好車手 這一點是無可否定的 但高牧只能夠在國內的賽事發揮 而願意融入歐洲賽事的Jordan 就可以繼續創出佳跡 這就是最影響賽車手 或者是運動員的一個因素 心理質素 給多個例子 2006年Jordan轉頭日本新車隊 超級亞狗里 車隊是由寧木亞狗里成立 是一支全日本人血統的車隊 佐藤火拍同胞 井出有字 但這兩位日本車手的表現 真的完全不一樣 雖然超級亞狗里的賽車實力真的不太好 但佐藤仍然可以在中游車隊競爭 但是井出因為無法適應國外和F1的環境 甚至需要帶上翻譯一起比賽 期間多次退賽 甚至在排位賽中無法排入107%的時間 最終井出在當季伊無奈裡和對手相撞 導致對手翻滾了幾個圈 撞車之後也成為了史上第一個 亦是目前唯一一個被吊銷Super License的車手 被國外媒體評為F1最差的五個車手之一 反觀佐藤用V8引擎F1賽車的適應力是不錯的 更加2007年的加拿大站 擊敗了麥納羅的弗蘭特阿朗索以第六名原賽 至於超級亚九尼在2008年貴宗因為資金問題退出F1 佐藤剁磨也離開F1 不過和一眾前輩不一樣 佐藤剁磨菲娜只沒有回流到日本 反而去美國挑戰IndyCar 經過幾年的適應之後 佐藤開始在IndyCar裡站得住腳 在2013年的Long Beach裡獲得第一個分站冠軍 而最大的成就一定是2017年 佐藤代表著NJT Autosport成功獲得三冠王之一的Indy 500冠軍 成為了至今唯一一個贏出這一行賽事的亞洲車手 即使在場上他也算得上是高齡車手 但他在2020年仍然可以獲得第二勝 井出高牧代表著典型的日本車手 在日本本國成績不錯 但去到外國一落千罪 而佐藤當年選擇在年輕時前往歐洲發展 是他作為日本車手 可以在歐洲、美國拿到好成績的關鍵因素 所以佐藤的人生就成為了不少現在日本車手的難本 放眼現在車手要進行F1的話 就一定要去到歐洲參加F3和F2 去爭奪F1的參賽席位 加上現在F1的車隊都是在歐洲設創 變相車手就需要留在歐洲去參加車隊的測試和大小事務 所以十分之體重車手的適應能力和輿民能力 現役的00後日本車手葛田宇毅 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 而他爸爸也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工程師 沒有家底的他只有10歲的時候就以小型賽車出道 旋職由地區賽打到國家賽 14歲的區被選入Honda的賽車學校 平時在2016年畢業 以後就在日本F4兩上 一直到2018年拿到全國冠軍之後 18歲的區加入紅牛清分 也是他第一年出國比賽 自2018年出現F3就一直留在歐洲去到今天 成績雖然不算是最上等 不過作為一個日本人 葛田願意融入歐洲人的圈子 又根據一個和葛田一起做事做了一年的可靠人士透露 葛田在2021年加入Alvatore車隊之後 半被迫地帶著一部PlayStation 搬到意大利 是一個距離車廠很近的地方 但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雖然對這個年輕人來說 搬到意大利是半被迫的 不過他十分之勤力 幾乎每一天都會回車廠 而一開始葛田的英文能力已經不錯了 但他仍然不斷地學意大利文 每一天都嘗試和意大利籍的工程師溝通 經常都說賽車手只需要跑得快就夠 不過賽車就是一項另類的團隊合作運動 你想像一下就算你跑得多快也好 如果你不能跟工程師提出你的想法的話 比他條價更加適合你自己的賽車 自己一個怎麼跑都沒用 學習一項語言是為了避免語言不通的時候 會影響自己的比賽成績 雖然我們經常都笑葛田對記者會回答夢想是開餐廳 完全顯示不出一個車手的鬥心 但我想這只是他另一面 在Radio裡面不斷爆粗 其實也代表著他非常緊張的成績 從名次和表現來看 葛田在今季的表現是有明顯的進步 就看看這位三年級生能不能夠更上一層樓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覺得這次的題材算是用另一方面去介紹一個車手 在賽場上用亞洲國旗出賽的就有三個車手 艾邦算是英國的土生土長 暫且先不計算 不過周冠宇和葛田都是在青年時期才去到歐洲生活 兩個車手都有融入整個歐洲的賽車環境 相信是他們能夠在頂級賽事裡打滾的關鍵 看到這條影片的反應之後我會再以國籍做前提 介紹其他不同國籍的F1車手 你最深刻印象的F1日本車手是哪一個呢? 是阿狗你? 塞道散?還是葛田呢? 留言說一下吧 最後當然要感謝一下對Elro不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Elro的Pedron Skyrim Families 由Alvin C,Andy Yip,Bean Ng,Silby,Prance Walker,F1 Marshall,FU777,Fantastic Bobby,Main Kitchen SG,Jason Lee,Jason Ng,We are now,Sam Zhang,Fragas Ward,Long Ng, 許蓋公,Easylife生活稅務顧問,Kilowatt充電入油地圖,英國創成地產,智成地產,TM小殺 還有一眾ElroFamilies的朋友支持 我是El,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最近在去旅行,出片會慢一點 拜拜 但其實我拍了很多片都沒剪,有命